我是一名小员工,人为言轻,所有人都可以骂我,挤兑我,但是我也还是要说,我是为所有在人寿买保险的中国人,为公司所有员工,为国家争取利益,他们做事太贪了,贪到什么程度呢? 举个例子,公司买个脚垫都必须一把手劈,但是爆出来的钱都被领导们自己踹兜了,他们天天以公司名义开展活动,报销钱,可是爆出来的钱根本也没做这些事。 现在我揭露只有涉案领导受查,公司及时撤查,改正,但是如果我知道了,却还选择沉默和纵容,那将来受处罚的将是最无辜的员工,因为员工虽然被逼迫造假,但是他们挣的只是固定工资,而领导造假所得没给百姓,没给公司,没给员工,都是他们自己受益。 黄亚辉不仅跟我说话很无理,他还以立即角度出发,站在所谓道德的至高点说,如果你再高,以前的经理都贪噬,你忍心吗? 我没什么不忍心的,是这些领导们为了一己私利,逼迫员工去造假,要求业务员去骗人,他们这么做最后坑惨的,遭受巨大损失的都是国家,百姓和中国人寿公司,及其各美公司股东。 中国人寿总部派人内部调查,请问你们来查什么了?什么都不动,不查,执法部门已经查实的问题,你们都不去管,天天管我要证据,既然你们都不查,要什么证据? 孙小刚一直在违规,多次受到处罚,作为已经被查实问题的涉案领导,为什么能一直当一把手,靠什么关系维系的? 他说,他在齐齐哈尔当了很多年领导,同学也多,黑白两道整死我都轻松,事实证明也确实是这样,他到现在都可以歧视,嫩浆等各地随便走,我却还在东躲西藏的,他又和以前一样迎来新的打击报复,调查组你们到底是来查他们,还是来查我的? 我相信中国人寿一定会给答复,不会让他们胡作非为,虽然他们说公司从上到下都这么干,可我觉得,总公司不会让他们侵犯公司和股东利益, 关键是现在已经出现这么大问题了,为什么不查呢?总部领导还躲在背后,有意义吗?各位总部领导们,你没要清楚,现在这个事不是我们员工做的,是他们这些害群之马,他们做假犯法,却都说是总部让的,我不知道,是你们老总的失误,还是总公司的失误?公司16年都这么做,为什么不发现?不制止,难道是总部哪位高层得到钱了吗? 所以,黄亚辉,孙小刚,白杰他们一直说总公司让这么干的,不得不让人相信,但是,再这么下去,哪家公司这么干都得黄? 无论我是皮肤汗术,亦或是糖壁挡车,我始终相信人性本善,所以错误的事情,坑百姓,坑国家,坑人工的事情,没有我张乃丹,也会有其他中国同胞站出来指证问题,能够被各位网友朋友们一起支持和保护,我和德和能,承蒙厚爱,何其有幸,感恩一切。